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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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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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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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在市場上唯一是大家有信心在低位先撈的股票 無論在指數的權重比例上 或者在業務上 可能在2018年也試過監管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他也有能力去應對監管上的事情 我想會對他信心大一點 還有今個星期他也有多消息 包括他20日出業績 星期五大家可能在看恆子的貴檢裡面 他現在是10% 之後就劃了8% 他的比重也會慢慢下跌 到時候變成這個星期還要針對過股7000來說 還有一些消息要觀察 要留意 要跟進 但是你說回到中長線 我覺得問題不大 當然說到700 又是不可以不提9988 9988其實都顯著做好一點 插一插200元之後 都馬上彈了兩天 現在正在做206個月 正在升差不多1% 9988是否已經脫困呢 因為馬雲整頭白髮 走出來和大家打招呼 雖然打招呼之後 又好像慢慢 扔了一波給張勇 以後看他 不要看著我 但又開始不見了 9988其實是不是真的 好像股價那樣 希望有反彈 我想這隻反而ATMJ四隻最大的巨頭來說 這隻反而我對於他 可能信心又再弱一點 之前都說 可能200元邊 二百一十多 我想都是最壞的時間 我想現在都是 我覺得仍然都是最壞的時間 他又很少 或者很難 除非市場突然有什麼大跌 如果不是要穿200元 去之前的低位 可能單身未必會太大 但為何說失望呢 如果你看回他剛剛最新的業績 又不算真的很標青 而且始終他最大的問題是 他很多業務的範疇裏面 都被他的競爭對手打得體無懸虎 例如你說外賣 那些 他做惡鳥摩 其實他是做先過美團很多 但美團一來就已經追過了 亦都叫做惡鳥摩仔 所以變成其他很多都是 例如電商最核心那一份 這份業績中 算是增長令人收貨 但其實論盈利的增速 又不夠拼多多 或是京東來 變成他一些很主要的核心業務 被人圍攻 我覺得他相對來說 他的所謂的護城河 或者他的競爭優勢 叫做好一點 就真的可能是在他阿里雲上 雲計算那方面 但最新的業績 又是增長放緩了 因為沒有了客人 所以就變成了 這個我想是他最大的 反擊的籌碼 但又剛剛這次的 季跡又不算了 真的做得很好 我相信這個信心又會比較弱 所以我想也是 200多至210 可能是勢進220 那些範圍都是走一步 好像任務那樣 令到市場太大驚喜的消息 還有接下來要銷錢去搞 社區團球新零售等等業務 我想整個大圍的新經濟 如果說ATM J四個比較 似乎這隻又是最沒有看頭的那隻 可以形容 也要說一隻不只沒有看頭 3690美團 剛剛那兩隻都很彈 這隻3690一錯250元 感覺好像有點彈不起來 唯一好一點就是試刑女就低了 但她接下來又沒有PE 現在沒有PE 現在又沒有PE 那麼大件事 連PE都沒有 其中一隻是藍籌 連PE都沒有都比較少見 現在正在做253.6 今天升了4% 萬五億食的市場價值怎樣死呢 這隻東西雖然一定的表現比較弱 但又是跟剛才騰訊所說 比較放回中場線其實我還挺有信心的 我又不覺得最近她的下跌真的很關於黃興臉手私事 其實時間上我覺得不是很吻合的 其實我們香港這邊的傳媒報導這件事之前 其實再做一個星期 其實黃興已經在推特上已經出了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關事 之前在另一個節目都是同台的 因為她最近都牽涉到很多公關危機 尤其是牽涉到旗下的車手 送外賣的車手 我想這件事也會觸動到監管的神經 尤其是內地 一直都是很體重的就是就業 美團可以幫到過千萬人就業的機會 但如果你說在社會的保障上 勞工的權益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最近好像變成了社會議題 這件事就變成了一個很不明朗的因素 甚至最近一些大行的報告 其實都遷就這件事 如果你真的要幫她旗下過千萬的車手 這些騎手去買一些社會的保障 這些津貼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成本其實會上升很多 變成了她的盈利上一定是很受影響 剛才那說她本身做社區團購 都已經令到今年又會沒有PE 又會虧錢 如果你現在再加多一筆成本在這裏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虧損的幅度一定會擴大 但為什麼你說中線一點 我覺得都有信心 第一就是社區團購上面 我覺得美團是挺有機會會跑出來的 就算你說做不到最後贏家也好 但起碼這麼大的市場裡面 它都一定霸到一席之地 我這件事就非常有信心 還有就算你說在剛剛所說 那個成本短期可能上漲也好 其實它最近你看回集資 集了這麼大筆錢 其中一個挺有戰略意義的一個集資的用途 就是希望在那個無人配送上面 自動配送上面去做一些功夫 這件事其實長遠來說 它現在就少少的試點去做 但是你說真的慢慢可能那個不同的省市 都開始去陸續去執行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它的成本就變得很可控 亦都不會像以前那樣有一些所謂的淡旺季 或者在騎手的成本上面有一些 這樣的一個貴度上面的波動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說在盈利上面有機會提升 而成本有機會中線來說是可以保持一個穩定的升幅 或者一個穩定的一個金額一個水平的時候 其實反而它接下來的升幅上就有在 但這件事就真的說回中線一點 可能你看看未來三年這樣計算 可能才會看到這件事的效果出現 你說短期來說就預算是弱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監管的消息 其實上個星期四至五的時候 其實一個月的整改期就完了 那接下來會不會中央又再查呢 又或者之前都說可能要罰錢 但其實金額是未定的 所以你說會不會因為這樣而 都令到股價上面有些波動呢 我覺得都幾大機會 那你就當分轉慢慢去買 我覺得就不會說真的太過差 還有你看回去年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 其實你說當北水活躍回來 或者會留意港股的時候 就是美團一升 其實那個幅度可以升到你不相信的 所以你說現在明明是二百五二百六 但是你說當北水活躍回來 有它加持的時候 你說突然間二百五升到四百 其實是對美團來說 它很快可以升回去 所以我想這件事要等 但是要時間 始終拿著其中 其中一間大公司拿著最多的資料 有載到五百多億 有得燒一下有得開放一下 中線是絕對值得持有的 大家看看有沒有趁低級納 先回答一些問題 好 飛魚科技有1022 它有一元就有貨 現價值9毫半 今天最高升到1.01 之前就騰上入股 拿了10% 本身的股東是53% 即是大約60多個百分之左右 街貨30多個百分之 如果它開車有沒有什麼目標 可以跟一跟 我想就先看之前的高位 其實你看到最近 消息一出來 刺激的稿界當然是向上 但是最近回調 也不是說 所謂的十天線二十天線 也不是說很大件事 也實在是挺漂亮的 那你就拿回這些位置做參考 如果你說短線部署去炒的時候 我想你一看的時候 其實都是說上網幾成 都是之前的高位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看到它那個走勢 都很類近 就是升一下兩棍 接著又是大音捉落 然後調整偶一輪 現在基本上 你說跟今年年初二月的時候 那個走勢其實都很類近 你看到那個走勢上面 所以我想你又可能 這個位置可能整股了一會 然後又是一棍上 所以我想你就拿回現價 或者今天那個低位九毫二 你就當作一個止節 如果你不穿的話 你不可以保持著去駁 有一棍上 市益伺中勢 十多億 騰訊入了 消化了沽盤之後 應該有一棍可以上 大家看看 也有些加持力量 對 無論如何都會追 無論如何都會追 或者久不久又會炒下 有空一勾就 它一勾可以勾得很厲害 剛才你看梁思洋竹才知道 好 1789 愛康醫療 現價中13.768 今天升了3.2% 1854 市場價格 之前都在15元那天吐了一段時間 錯了下來之後 現在慢慢爬上去 它14元有貨 現在就坐兩毫子 可以看多少呢 上網 我想如果你說差兩毫子 又不是說差很遠 但我想因為之前跌得太殘 就是因為內地有一個集彩 有一個大量採購的消息 那時候對上一輪 就是一些肢架類 一些心臟肢架類的一些器械類 受那個影響最大 但其實完了那次之後 其實已經開始傳說 第二輪針對著那些產品 就是一些骨科相關的東西 所以就導致到1789 1858的春立等等 其實那個股價都是跌得很慘的 但是今年 我想你尤其是經歷完 可能二三月 叫做一個殺股值的動作之後 其實你看看一些醫療器械的東西 一些B仔 研發藥 創新藥的公司 其實有不少都 在股價走勢上是建了底 亦都是在大市上先走一步 在低位上回升 我想現在正在炒少許這件事 我想無論是1789 或者剛才所說的另一隻骨股 就是1858 都是有些類近的走勢在這裏 但是你說說真的 上網的空間 是不是真的完全說這麼大呢 我自己就覺得 不算說真的看得很大 你始終都還有一個陰霾在這裏 你說什麼時候會出 不知道 都是一些政策上面的風險 但是我想就今年 其中一個大主題 尤其是外圍的經濟環境 大家又覺得 會不會全球都有一個滯障等等 就算在經濟的層面來看 你真的有這件事也好 似乎你說醫療類 那些民生相關的內需 似乎受的影響就不會太大 所以我覺得今年都可以 在一些醫療類的股份上面 但是你剛才說到 因為它始終都有一個政策風險在這裏 我就暫時都不會看得 完全說很樂觀的 那你真的叫參考 就可能都是之前一些浪頂的位置 我想在一月中的時候 都叫做曾經最高就16個多 你看看可不可以去得到那些位置 兩隻骨股就算撇除了政策風險 其實你都看到他們的業績增長 其實都開始有些放緩 所以就不知道那個增長的動力 是不是可以重拾 就像去年那些那麼當炒那種 我想你逐一站去看 現在先看著16個2 當然說完醫療器材 不可以說一下醫美相關的版塊 是919現代健康科技 現在做3號3今天升了24% 上個星期我們也有介紹過的 最主要其實真的很小 所以現在升到現在升到3日多 應該繼續升上股價 因為其實看守貨都很齊全 919有3.2有貨 其實跟現價差無幾 這隻919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呢 其實也是大圍 剛才Leo你所說的 整個醫美都在炒 就算你不要去到這麼小隻 龍頭的1830或者2138 其實那些都是在炒 那你成福這些醫美的概念 你都叫做有得炒 還有919其實這隻小隻就悶了很久 變成是以年計的 門的速度 要這樣繞上去 對 而且你看回它 其實它手頭上的盡量很多 你說它那個防守性 我就不懷疑 其實它都頗穩固的一間公司 但我想就好像這麼多年來 沒有一個觸發點 或者有一個所謂的催化劑 令到一個爆發在這裡 我想由去年開始 整個醫美的版塊 變成一個市場上又很歡迎的 資金也都追捧的 令到它一下子就十年期間來復仇一次 股價就開始爆炒 還有最近我不知道是不是輿論的關係 因為它的主席的兒子 就被人叫做 又不可以說起底 好像很負面 其實是起底 其實它就是919的主席的兒子 可能都多了這些聲音 令到大家關注了919的股票 所以我覺得話題有多足 還有市場上的資金 都是在找這些東西炒 所以我想這些都沒得估計的 你一直都是捉著高位 我想你去看動力 你真的叫做 又是好像剛才所說 你這些這麼短炒的 其實你會有動力的 你先保持著 你看到通常它回調 都不是調整得很深的 通常是幾天之後 又再彈上去 那你就看著這個節就去炒 那要走 帶回的時候 就可能走一走安全一點 是呀 是呀 3993 6目 那他呢 就想問一下 這隻能不能進入呢 我覺得就 現價位來說 我覺得可以去留意 但你說是否現在買 我覺得可以先等一等 我想你其實都是跟回大圍的資源價格去走 其實你看回一些比較龍頭的那些 例如358或者怎樣的那些 這一陣子就悶一些 因為內地始終有一些調控的消息 上個星期又說交易所的保證金上也要上調 其實今早都還在出這些消息 只不過我想整個 我們港股市況叫偏向穩一些 所以這些358、2600、3993 或者黃金股 好像又站穩一點 但其實今天都在說他們的交易費用 即是炒這些期貨的交易費用 其實都有一個上調 也希望盡量去壓榨一些投機的需求 真是給一些工業用的需求 你看到內地的調控上面都越來越緊 甚至說有些是家電 因為看到這些資源的價格 升得太過厲害 所以就不接新丹主 基本上怕自己都在虧錢 所以我想這件事也都會有一個監管的風險 所以說3993 過去你看那陣資源股的大浪 其實它的走勢上面比較落後一些 我覺得要搏的 我覺得其實3993都可以去考慮 但因為短期的政策都會繼續收緊一些 所以我想你大圍都可以再等一等 甚至到時可能3500 2600 那些可能調整 都會有這麼長的心 其實可能那個波幅上面 大家喜歡炒一下格 就是短炒一下 可能那些也還有肉食一些 你說真的比較放中線一點 內事一點去看 那3993都可以考慮 但你預算了這件事 那個波幅會比較小 會走得比較慢 一定不會夠3500 2600那些快 明白 好 就問419 現價是4.2元 今天升7.6% 57億的市值 4.9之前最高炒一陣子 去到6日子 慢慢回 3號7左右的企劃穩囊 這兩天就彈了兩天 這次的事件是怎樣看 其實因為他之前也有些消息 也是打算做一些健康的事情 我想也是接近這個概念 會不會又是一些 逢是有健康 醫美類似的 都是市場上炒的概念 所以我想就好像剛才所說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也有一個大名 現在之前就懷疑應該是離場 現在就開始給騰訊去玩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都叫做有些消息 或者起碼都叫做有些趨快 我覺得就這一類的股票 你就是定一個位置 你看最近的走勢 好像也是打了底 一路監著一條一百天線 三毫半的又開始會彈上來 我想你第一站也是 你就拿回之前的高位做參考 那時候就大約是五毫一指 那這些五毫一指的轉角位 可能會比較久 那它一升穿也是 到時候就 你說回到它之前再高一點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絕對不站 但是又是一步步先來 先看五毫一指之前的高位 好 看看三六九零 他說沒有PE 會不會基金都開始走多些 三六九零 其實這些股票通常 當然甚至你說沒有錢賺 沒有PE 基金會不會都會走 還是其實沒有辦法 你含指整份股 是不是都要迫著坐 追蹤指數一點就一定是 但你說真是很主動型的 其實我覺得不會真的走得太多 你說可能償量減遲避了這個跌浪 其實去年的升幅有一部分的原因 都是基金普團 尤其是今年一、二月的時候就很明顯 那你變成反過來 一個系列逆轉的時候 就是由它們的普團 就由它們沽出來 但是其實 當然你看到那個思綠上面 美團是有減到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真的完全減很多 又覺得不會 因為始終第一 其實你說基金這個行業 或者它們的錢上面 你要找到一個市值這麼大 可以讓你任買不生氣 其實在港股市場上 就很難去選擇 就是說你說除了700之外 你的業務叫做穩穩陣陣 或者起碼叫做 有些看頭 或者一些故事性 去吸引到基金去買 其實選擇說真的 又不是真的這麼多 你撇除了騰訊的話 其實數落都真的可能是 說的是美團 都是ATMJ 離不開 都是這一堆 所以 其實怎樣都有些貨底拿手 但是只不過就是說 可能你說短線 他們避避風頭 去沽一點 我覺得就不奇怪 但好像剛才所說 當你說市場開始 又留意新經濟股 又留意美團等等 譬如它的業績上面 又交到數 接下來還保持增長等等 其實我覺得 當它一有個聲勢的時候 又會好像很容易 好像去年一樣 又是基金普團 錢一流入 它又會彈得很快 所以其實我又不覺得沒有PE 是叫做很嚴重的 其實你到現在 它只不過叫預告 告訴你 2021年它是沒有PE 但是它本身 如果你說計算去年 其實它開始是有的 但是當然PE是高 就是股值高不高 就是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你拉回雲 你就這樣看 Static的PE 當然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說 計算它未來幾年 都有一個增長的 看所謂的PEGE 其實你慢慢拉回來 我又覺得 不會算是太過份 你看回騰訊 很早年的時候 其實都曾經六十倍 七十倍PE 你現在看回騰訊 二十多三十倍 你又覺得很合理 但是其實 即逢是這些新經濟股 科網類的股份 就一定是有一個 必然的過程 所以剛才 為什麼說 你就算納入它 增長的因素 其實你都真的要 給幾年的時間 慢慢去看 當然你中間吃那股 好像去年那些大浪 當然就很過癮 但其實去年那種 不是常態 所以你真的要給點時間 慢慢去看 都是那句 結論入面 美團也不太擔心 七零零美團 我基本上都是佛系 肉抓住 扔在一個倉上 都不會太理會 跌到某些位置 真的覺得很吸引 就再慢慢去增持 難一點 你真是頂不住 那個沒有那麼有耐性的 一部份是長坐 一部份就是中間炒掉波幅 尤其是美團 其實波幅一向都大 升又是跌又是 其實你中間就走一下位 低位爬格仔 慢慢平均減掉自己的成本 另外2915 即是火岩 明天會用1909這個號碼 之前一拆四 拆完之後 花了兩天 其實最主要可能 那位獲利會回套 但是在兩個六號二左右 這位置 其實站定了一陣子 慢慢走上來 那時候都說 上升三元 應該不是太難的 明天就用1909的號碼 來後應該有一陣勝負 手遊股這陣子怎麼看 我覺得可以看好一點 尤其是700這些 有出業職 大家都會關注遊戲 這些龍頭都會站穩 或者好一點 慢慢一定是由龍頭到龍尾 慢慢逐漸來 1909尤其是 1909尤其是 你叫做 一路都走得挺漂亮 而且他都叫做 你說真的看那盤數 上面都有增長 而且他始終最煞食的位置 我覺得就是 有一個概念的位置 就是在於 因為他的副主席 其實都是有份去騰訊的 其中一個副主席之一 就是 就是你逢是炒這些 就一定要好看市場有沒有聲音 有沒有消息去炒 比如說 為什麼我剛才一講 就要講騰訊 其實如果你說騰訊的業務 OK 或者遊戲是OK的 大家就會找一些 所謂騰訊相關的股 就是剛才大家去問的 什麼419 或者怎樣的 都是拿著騰訊的名字 我覺得都會叫做 受惠得到 所以我覺得 還有你說最新的NFT 都很積極 或者你每晚去看通告 有時候都會找到一些 有很多新聞 對 有很多新聞 我覺得就持續地 敲著市場 告訴他們 我有事情在搞的 有些概念 我覺得這些 就算偶有調整 暫時也不會 除非你說這些熱潮過了 不然我覺得 還有一股升幅在 你說大圍看 最近熱炒 例如伊美那些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玩 你都是看回很多消息去出 很多通告去出 尤其是1830 每天都敲 每天都告訴他們 我有事情搞 我們現在開幾多間 所以你拿回同樣的邏輯 同樣的原理 1919日是其中一間 很活動去出通告的公司 所以那個聲勢上 我覺得配合得到 最重要是公司想炒 就說炒不到 不想炒 就肯定炒不到 是啊 那988 8到201元有貨 應該趁今天彈一彈 先離開 因為看起來 長期很弱勢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尤其是你借助著這次的反彈 反彈 也真的先離開 我想你新經濟股 不是說百度完全不行 我又不敢這麼武斷去說 但是你說 他真的要令到市場覺得 他證明到這個模式是可以的 或者百度是可以的 都要幾長的時間去考證 尤其是你說 就是由他上市前 到現在 甚至之前大家說的 那些自動駕駛等等 他又有搞的 大家都覺得 現在整間百度 唯一大家都不太看 他搜尋引擎那部分 都是看阿波羅系統 但是我想 你說綜合市場 大部分的評論 或者聲音 其實都是偏向質疑的居多 尤其是在貸款方面 是否真的可以頂得住 是否真的可以支援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百度來說 都是弱一些 就算你說 我當現在 債息可能有拿回去這半 好像之前那些 然後新經濟股又站得穩也好 他的升幅上 又不會特別勁 或者可以突圍得到 那你既然 暫時的升幅又不是太大 反而你現在最近市場 又弱了點 反而你的單線 不知道在哪 我覺得這個設計 所以既然是這樣 我又覺得你趁著 去彈一點 又不是欠得太遠 又不是很高位 那些 都要求近200元 那你倒不如先走一走 你真的叫做 百度原來在他的研發上面 或者市場 開始慢慢應徒 他真的走回一個升幅 你才到時再買 或者怎樣 你再考慮都未遲 好他又欠一些 很明顯又升 又不算太強 但是你又要 無緣無故 資金上 要繼續保持大市波動的風險 我覺得就不算很快 不是太划算了 不是太划算了 所以大家看看 找地方走的算數 採用新能源 現價是22.35元 升近4.6% 21.7億的市值 這隻最主要都是做太陽能 新能源相關的板塊 他合股後 其實跟著中的新能源 都沒有令大家失望 一起向下插 去到這位這麼低 博不博帝 其實這項目 真的不要瞎著 我覺得就算你炒 說真的要玩得很有技巧 我想你整個大圍上面 剛才阿尼也說 一定是壞消息居多 你說中歐的東西又停了 跟著組件的價格 玻璃又是跌價 跌得很厲害 之前也是狂被大行去追擊 不停調低 今天才開始見到 其中一間大行 好像是美銀還是什麼 開始又調升目標價 但也不是四三百 它自己本身 但起碼在大圍上面 可能比較穩定 但如果真的要走短線 去提出這些 太陽能光復的組件 可能我看回短線 可能是六百六五 因為它之前出到公布 一定跌得很殘 但起碼它出了公布 就是大股東 以及一堆董事 開始爭持 還有它將來會繼續增持 買多一千萬 所以我想起碼有少許消息 浪下 你今天也見到 九六八 四三八 剛才這些大圍都是在升 但六八六五 唯獨是特別強 現在升超過 不是超過 九點幾個百分比 也可能是和這宗通告的關係 所以反正你四三八 當然不是差 但我覺得既然是倒入一個弱的板塊 去炒這一棍 不如你選擇最強的一棍 去炒一下 好 1591 詢問我三拳 現價在做八仙半 今天跌4.4% 3.44億 之前歐盾上來 兩仙半左右 兩仙半左右 一單日打了三倍半 保持在一毫子位上落 近期的消息就是經濟 其實這個股票進入了5.1% 其實是一直在購買的 這隻1591 怎麼看呢 到這位置會反駁上去 我覺得仍然有消息跟尾 尤其是股價是挺硬的 你一棍上來之後 由兩仙多 一直彈了這麼多 但它的股價 如果你純粹是炒完一陣 放完煙花就算 那些 可能拿回來五仙樓下 又未必是這樣 所以我想可能大家 對於這宗新聞 還有一些憧憬 或者也叫做維穩一下 或者大家對於直播空間 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多的能力 或者入股會搞什麼 也有這些想法 或者會等會不會有後續的消息 我想你也是看一些大位 就是你拿回那支這麼大型的羊竹 你真的下去 你就當作六仙 七仙 那些位置 即是叫做調整得深一點 你才會走 如果不是的 其實你那個價又 我又覺得不算 真的調整得很深 或者很離譜 尤其是我想你現在八仙這些位置 其實你叫做 如果你算那支針 那支羊竹的針 來算碰到的話 其實也碰到好幾次 然後後來又不是真的穿得到 也算是守得挺漂亮的 而且你不要忘記 這段時間 其實大使是想得很瘋 也想到一千點 他也保持了這樣的走勢 我想你八仙附近 你就可能當作撩一撩 剛才所說 你去到六仙 挫近七仙這些位置 你就當作一個止洩的位置去走 是 看一看 一百六七 諾家雙股 現價做四號一半 今天跌了4.5% 成交有六球半 轉回4.7億 他又問這個位置 其實可不可以駁一手 在這個位置買入呢 這支我就不太懂 說真的 他的業務上 或者最近的消失 我又沒有什麼 剛才買學 兩號二就是Gioga 其實也升了一倍 之前兩號三 我們介紹過 最高到五號九 看圖會回憶 拍攝 但是要看回Torva這些股 過去兩天沒有什麼轉回 加起來也是一千左右 如果在四號邊買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有的話 可以坐牆一點 因為賣的殼 只好可以的半槌 都是業務的 基本面轉型 不會做一些相對垃圾的業務 如果不是買一隻殼 你也不知道做什麼 對 這個位置看看大家入不入 好 他又說黃金最近走勢都很強 港股方面 有沒有哪隻黃金股 其實考慮一下 還是其實黃金不會買 買一些有息金屬 或者好像剛剛所說 雖然被中央按一按 但是銅、銅、銅、銅 那些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反而都覺得 你選擇的都是不要選金 如果你玩一些資源類 我覺得都是銅、銅 或者其他金屬 真的會走得快些 而且一定會升得厲害些 雖然剛才說有些是調控 但是就算你壓榨了投機的需求 但是工業的需求 多了很多應用層面 尤其是電動車 大家都一定用多了銅 等等這些 我覺得還能支持升勢 只不過他覺得你短時間升得太厲害 但不是完全不代表不能升 但是如果你說金 尤其是現在大家的形勢上 是在害怕 或者真的叫通脹 其實金的反而不是那麼有利 反而是 因為它沒有錢流量 沒有快息 所以就算你說升也好 金是升的也好 那個升勢上一定是慢些 不會足夠其他的資源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 倒不如你反正都是在接駁 那你也會接駁一些 叫做容易炒少少的金屬 資源股 就是剛才所說 比如說358 2600 或者1378 其實我也覺得都可以的 都是做類相關的事情 就是1378 我覺得這些都可能反而會好少少 起碼叫做會走得快些 明白 2331 他就說沒有貨就是你0 今天看到升了7.7% 還有69.2% 他說很棒 這隻入不入號 這隻 我覺得今天有少少叫做 開始去搏 或者市場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炒一些 星期五行指貴劫 有沒有一些機會 可以染藍的股份 我想其實都不止他的 其他很多都是 都是在動的 都是一些染藍相關的事情 但是你說2331來講 他的業務上面不是差的 但是他是不是這次這麼快 可以藏到染藍的事情 我覺得又未必這麼快 我覺得始終你計算市值上 你論資排輩 都可能說是京東那些入先 之後你說2331有沒有機會入 就是再看 但是你說市值比他大 比如你說比亞迪 斯摩爾 或者龍虎山泉 其實市值比他更大 你如果按市值慢慢去 逐步納入的話 都應該是先進入大 就是可能你說下一次 或者兩次 才可能到一些 就是挨近千多億 開始會小一點的 才有機會 就是除非你說 突然今次不是 我們猜中每一次 平均就有五隻 你說今次不是 原來一進入就有八隻 或者怎樣的 就是除非是有一個 那麼大都闊闊的改變 如果不是就 我覺得今次 就是星期五宣佈那次 應該不是很關你零時 那你說再數下去 你說新疆面事件 或者怎樣的 就能夠支持國貨 又令到它的銷售 推了一下 但這些就不是很長期的因素 都是一些一次性 那你真的叫做想找位去搏 你就真的可能先看六十五元 我猜就 你叫做撇除了今天這一棍 其實你看回四月尾至五月 大部份的時間 其實都是六十至六十五 這些範圍走的 所以就當成為吸納 這個位置 明白 說起來 即是要看看 六九六九 其實今天都 歐了棍散 五十五元 那一半 今天升上7.3% 三千二百九十二億 這隻北水外股 之前拿了獲金 其實跌了三十幾%之後 都幾點多月在這個區間裡 是 今天又開始走回 是不是其實這隻刀 真的很有機會 入到性分股 我覺得也是 其實你看回 因為大家其實看著 這次的貴檢 除了看市值之外 其實它也分了七個類別 所謂一些非必須性的消費 其實也算入得多 當然醫療保健的數量 就入得最多 但其實這一類都入得多 雖然你說最近的壞消息是多的 但其實你看回這兩個月來講 開始市場又應該慢慢消化了 即是你開始見回那支這麼大的裂口 這麼大的陰燭下來的那一刻 開始慢慢收復 所以其實你說 尤其是 譬如你之前拿回四月尾的時候 都曾經去回58.7元 又是慢慢逐步爬回那些位置 所以我想你大圍裡面 如果你說配合到這個消息 真的叫做染藍成功 都還有一些憧憬在這裡 又不看得太差 但你說會不會這麼快 好像之前上回90元 我覺得就難些 你說一下去年市場的氣氛 或者比它那個股值 跟今年差很遠 我自己都不看得太進取 但是你說去回暫時 之前的高位58.7元 我覺得都還有少許可能 尤其是可能今個星期 這幾天都預算了 可能這些相關的衝景艷藍的股份 都還會繼續炒 可能因為市場沒什麼焦點 大家就開始炒這些東西 所以你說會不會 既然炒得星期五 起碼都還叫星期二 星期四都還叫炒兩天 甚至星期五當日宣布 就可能弱了少許 但是你說這幾天都還可以去的時候 都可能會上回之前的高位58.7元 暫時看著這些位置 我覺得它也有大機會染到藍 明白 另外 就是提醒9918 我們維修的時候 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在我們TG Group 推介這隻 例年國際 它上市的時候 都是做電子煙的器材 當然了 走勢的東西 一開始其實已經跌得很深 但是過了一年 其實在低位 都做了一段時間的貨 這隻東西 這段時間已經在行 今天升了40% 在做0.234 它招股價那時是0.25 現在市值4.7億 升了一段時間 其實最主要 其實因為它也開始有少許轉型 做了呼吸機 買大量的呼吸機 去歐洲和印度 值9918 你怎麼看呢 這些概念 會不會可以炒到棍子上去 因為今天已經夾開 一眼彈就上去 但是 在說的成交 不多 都只有1700億左右 到現在 嗯 之前幾棍買了上來 都是 加起來其實不是很大的 是 上個星期五 都是說 全日是1600萬的成交 這隻這麼小的 慢慢上來 會不會繼續走高一點 你覺得 我覺得也不奇怪 尤其是剛剛 剛才看遠一點的圖 其實它距離 上市以來的新高 其實又不是真的差太遠 都是說二七幾的位置 你現在都說二三幾 還有我想你說 無論是它本身的業務 一些電子煙上的 都可能跟回龍尾去炒 你說轉型之後 那些呼吸機 其實你看回 甚至大隻 1612那些 都是賣呼吸機 其實都是炒上來 所以我覺得 都算是這樣的概念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歐洲和印度 剛才你說的那些市場上 剛剛叫做食證了 疫情反彈得最厲害 最失控的地區 變成我覺得 是有這樣的故事性 尤其是你保持著 今天一直在破頂 亦都這樣 上來 我想你也算是有些小的 尤其是你剛才都說 上市以來都曾經去過二七幾 不是說真的太遠 我覺得也有機會 可能再進取一點 可能看二七幾 我覺得也有這樣的機會 有些細時值 但不是太難 大家看看 看看一百零一 順達生物 現價是87.9毫半 今天升了4.3% 一千二百八十億的東西 一百零一 它又沒有貨 有興趣 你怎麼看 還是還行 會不會破到之前一百元的衣衛 長遠來說一百元的 我覺得沒有太大問題 我想你計算創新約股 一隻二十六九 一隻一百零一 其實這些都基本上 是股王級 也不是太差 但問題是一百零一 就要一點時間 之前的範圍 就叫做七十至七十多 現在就好像將範圍 又推高了一點 八十至八十幾 但其實你也是 就是你看到那些公布 一直都持續公佈 告訴大家 其實在銷量上賣得不錯 或者起碼合乎市場的預期 是對版的 還有最近有些通告 除了報告給大家聽之外 其實公司都繼續積極 去擴大他們自己的銷售團隊 希望可以將它本身這隻藥 更加賣得好一點點 還有它研發的濾線 還覺得很豐富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 計算創新藥股份類別來計算 其實我想269 1801 這些也是 買完之後放在那裡 我覺得那個回報 不會太差 但這些需要時間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想 撐低一點點去買 就像剛才所說 你也是先欺負近八十元 那些位置 其實你看最近這兩三個星期 都是這樣的 可能是八十二 八十一 八十二 其實又開始會彈上來 叫做市場好一點點 那一刻就要求近九十元 然後又調整回來 所以如果你真的 要拿這個範圍去捉住去炒 其實現在的水位 就未必是這麼多 你說當九十元 其實只差兩元 你看看會不會調整一些 但反過來 你說不是 明天可能突然 如果有一個市場上升三四百點 那一隻 即是穿上這些範圍 你便到時再追一追 好 看看一隻八零八三 中國有爭 上個星期 倒夜跌十幾二十 插到過六 其實公佈了消息之後 之後化的轉版 其實一直走得比較差 去到現在這些位置 其實做博不反彈好 還是其實是林小姐 我覺得暫時還是林小姐先 真的 他跌的原因是因為業績差 或者叫做低於市場預期 順於市場預期 我覺得低位就應該見了 即是逐級下跌 其實他現在就這樣 你說純粹業績因素 令他差一點 應該叫做見了底 但又是那樣 其實又見不到 他說有一個很多的資金 或者在一個市場裏 比較當炒的板塊 還有這一堆沙士股 去年那些北水是很喜歡的 一定是 大家都認識8083、2013那種 但是來到今年 尤其是近幾個月 其實反過來 那些北水是估得最多的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8083 還有這麼大的雕筋尾 你也是預算要很久的時間 才可以完成私有化 然後再在主板上 變成你一直拖下去 你要考慮這些因素 所以我覺得 就算你說薄反彈 或者你真的很中線 看好他也好 我覺得你等他 轉上主板之後 你才再看 暫時來說 你看那個股價圖 又見不到 我覺得你大隻到很龍頭 那些268金碟 或者909明元雲 那些都不是很炒得起 這些白仔暫時又不見 或是有一個很強烈的升幅 所以我又覺得 薄反彈的空間 又不是那麼大 那麼有直撥率 不明白 好 剛剛問9918的 問一下 現在可不可以買 看看 先看看 如果你說9918 現在的市值都是4.8億 那今天其實 去到二、四、六之後 又回落了 比較低 兩毫三左右 現在又慢慢爬上去 看到其實都比較多買盤 Turfer其實都在搶 那麼你看現價會不會撩到一些 那麼就博一下 因為似乎 呼吸機 那麼三億多 那麼市場都是炒這些 如果有機會可以炒高一點 對了 那麼我覺得現價這些可以追 那麼自己留意一下 看看這價會不會玩 另外就1611 第一 火幣 比特幣 比特幣 我媽媽都不認得 現在只剩下四萬多 你有沒有玩開 比特幣 比特幣 很少 但是你說買了幣 也很少 反而美股會多玩 跟比特幣相關的小股 Coinbase 那些也有 Coinbase沒有玩得那麼大 反而可能是以前說的是 NCTY FTFT 還可以爆一下 對 都是跟著那些 你說很認真做那些 MicroStrategy 還沒看得那麼大 那些 但是你真的叫做 在那邊一些 Crypto的小股 留意是那些 明白 即是火幣 1611 看看圖片 都是跟著 可以這麼說 跟著比特幣走下來 去到這些位置 市場有這麼多消息 比特幣又負責得這麼厲害 甚至Tesla 之前說是不沽 現在都專門禁止下來了 那是否暫時 還是不要碰 還是用什麼 你要賭 就直接買幣 那也是的 如果你看好的 先講立論 我不覺得會這樣玩完 尤其是以太幣 最近 比特幣的走勢 也算是失色一點 但以太幣也很瘋狂 我猜是最近的消息 令到那些幣圈上 比較震盪 但我又不覺得是因為這樣而玩完 或者所謂的泡沫爆破 或者什麼 我仍然覺得可以去 只不過要等久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 當然你直接去買到幣 當然這個是最直接的方法 但你說真的要買回香港的 那些有幣幣的概念股 其實都是在看那幾隻 一路一一 炒味一定是最濃 或者走勢上 一定是滿足到大家 可以這樣去炒 但我想短期來說 都沒辦法 都是要跟回比特幣 或者其他幣幣的資產價格 都一定是回回少少 那你就再等一等 尤其是比特幣調整到四萬多邊 看看它是否一路止射 可能在這些位置找到支持 看看它會不會又 找到支持 不再跌了 反而又可能又升了 其實週末也有彈過一下 如果不是Elon Musk突然這樣說一說 其實可能它又繼續走 應該跌了一點 但誰知它有這樣的消息 現在看看市場上的情緒 或者反應是怎樣 我覺得你可以先留意觀察 就不用說現在是入場 它已經定了 你才再看 我覺得又可以考慮 明白 報發行指正 現在正在做28,205點 升至178點 成交1,013億 那就很感謝Tony 跟我們做的 謝謝 給我們這麼多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更加重要的是留言 大家互相交流 大家一起進步 當然 按讚、檢查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成為我們的TG Group的Member 我們可以在裡面不限時多些討論 更加重要的是 追蹤我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接下來會有很多不同的遊戲 或者禮品 在我們TG Group那裡派送出去 大家記得記得留意我們TG Group 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Tony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 下星期見 拜拜